货车小黄对撞 封桥一小时 新北市新海桥昨天上午6点 一台小货车对撞计程车 现场车辆连接散落一地 两名司机和一名乘客都受伤送医 还好伤势不严重 桥面一度双向封闭 警方踩阵脱离车辆 一小时后恢复交通顺畅 他因为上来他可能就撞到了 没有逗党啊 一个会走的走下来 那个也不知道是 是公司司机还是那个获得 车火原因警方还在离京 东新闻新北报道